大家好 欢迎来到循迹慢聊 最近有一个新闻 就是当年大清北洋水师的旗舰定远舰 实际上是定远舰的残骸了 被找到了 还捞上来了一些零件 可惜舰体已经损坏得很严重了 不知道能不能捞起来 其实自打当年甲午海战之后 日本和中国民间的打捞行动就没有停止过 定远舰的舵轮就被日本人捞回去 做成了咖啡桌 日本甲午战争纪念馆的大门 也是用两块带弹孔的定远舰的装甲做的 可以说一说起甲午海战 中国人大都是垂胸顿足 恶腕叹息 实在是太窝囊了 你说过去打不过老鹰老美老法 这个倒不是特丢人 因为那时候谁都打不过 谁都打不过鹰法 结果你现在连小日本都打不过 这就是说你打不过关羽张飞 刘备你也打不过 所以就是中国人丢人丢大了 那么这场海战 中国到底为什么打败 后来的这个学者专家 总结了各种各样的原因 不过有很多是不太靠谱了 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 其中流传比较广的俩 第一个故事 估计好多朋友都听说过 说是当年中日打仗之前 后来的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东湘平巴郎 有一次来访问北洋水师 就看见军舰上主炮上都是水兵亮的衣服 然后他摸了一把炮糖 发现里边都是灰尘 由此得出了结论 说北洋水师外强中干 战斗力根本不行 所以日本才有跟中国开战的底气 这个故事 只要是去过危海刘工岛的朋友 就知道多不靠谱 刘工岛有一艘定远舰 一比一比例的复制品 咱们可以上去参观 它除了里边没有发动机什么之类的 所有东西都一比一复制的 包括连舱室都去 你一看就知道 他的主炮炮管离甲板至少有三米高 而且炮管漏在炮塔外边只有很短的一部分 根本就没法晾衣服 东乡平巴郎更不可能摸炮口了 那这故事怎么来的 其实是出自日本海军中将小李源长生的一本书 小李源长生是日本番主的儿子 他写了一本书叫《圣将东乡平巴郎全传》 听这本书明儿您就知道 这就是一本这个无脑胡吹的书 小李源长生早年加入日本海军 甲午战争的时候呢 在高千岁号巡洋舰上担任队长 后来呢参加过日俄战争 这哥们是东乡的脑残粉 所以写这本书的时候呢 就凭空给东乡平巴郎加了很多故事 好让他的这个这个形象呢更高大 后来呢这本书就被翻译到了中国 翻译者呢正是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田汉 田汉学问很大 精通日语 但他不懂军事 所以他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呢 就没有考证 就把这个故事啊原样搬了过来 这么一来呢 定远舰主炮量衣服 炮堂里都是灰的说法就广为流传 直到最近这些年 咱们对近代海军史的研究逐渐深入 这个说法呢才被推翻 不过这个故事还只是一个小细节 另一个故事流传范围就更广了 就是说当年慈禧太后为了修伊和园 挪用了北洋水师 三千万两银子军费 导致这个北洋水师经费短缺 最后打了外仗 我们小时候听这个故事啊 把慈禧的老妖婆恨到家了 其实这个故事也是有很大问题的 真实情况呢是怎么回事呢 当时这个负责修伊和园工程的人 是海军衙门的总理大臣 纯亲王毅宣 他有一个这个非常敏感的身份 是光绪皇帝本身父 那就是光绪皇上的亲爹 按照清朝的这个组治 皇帝大婚之后就可以亲政了 是吧 光绪呢现在应该亲政 但是慈禧太后不想轻易让出这个权位 所以呢就让一宣负责重修伊和园 供他遗养天年 修好了呢我才退休 一宣为了让儿子快点掌权 当然呢就得这个玩命把颐和园王好了修 让太后挑不出毛病 赶紧住进去 而这一宣这个人呢 非常敏感 那就是谨小慎微的这么一个人 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身份尴尬 皇帝本身父 但是自己这位嫂子 因为他是这个咸丰皇帝的七弟 他媳妇呢是慈禧的亲妹妹 他知道自己这位嫂子兼大姨子 就是弄权呢 自己的哥哥六哥这个这个公王一心 什么下场他看见了 所以他自己的儿子一被这个立为皇帝 他立刻就上表 要辞职回家 遗养天年 说为天地留意坐实俸禄之人 为宣宗成皇帝留意拥顿无才之子 当时他在37岁就要退休 后来这个因为他六哥一心得罪了这个慈禧 被免除了一切职务 他才开始出任什么领班军机啊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啊 包括这个海军总理大臣啊 所以他这个每一步都特别走的都特别谨慎啊 这个然后又看到这个这个慈禧太后要退休 这么一个这么一个情况啊 把这个修园子这个重任交给他 他更是如履薄冰啊 但是你修园子你得有钱 纯王没办法就只能找李鸿章啊 让他召集各省份都府大员 以海房捐的名义筹款 一下呢筹来了200万两白银 本来这笔钱啊 一宣拿来就准备直接修园子了 结果没想到慈禧太后觉得 既然这钱是以海军建设的名义收的 那就不能胡话应该扔到外国银行里做投资理财啊 炒股票啊买比特币啊买基金啊 挣的钱再拿来修一和元本金仍然作为海军经费 其实这笔钱本来也没准备给海军用 反而要是没有慈禧拦着就直接真扔到一和元里边去了 那北洋水师经费出问题是怎么回事 这是因为光绪的老师翁同和 他当时是户不上书 因为修一和元花的钱太多 又不能说太后 说您这园子先停一停咱甭修了 怎么办呢就只能拿北洋水师开刀 他为什么要拿北洋水师开刀 大家都知道北洋水师的老板是李鸿章 翁同和跟李鸿章死不对付 李鸿章是洋务派领袖 翁同和是三朝元老两代帝师 状元出身 所以他是典型的清流派 这就涉及到当时清朝末年的政治斗争 俩人完全不合 而且翁同和也绝不像影视作品 包括小说里描绘的那么清廉 俩人其实都不干净 据说翁同和有一次在朝房遇上李鸿章 就损李鸿章 因为李鸿章是合肥人 古代可以用俊旺来称呼别人 那当然你得是很牛逼很牛逼的人 才能用俊旺来称呼 所以李鸿章是合肥人 一般就管他叫李合肥 所以翁同和就说了个上联 宰相合肥天下瘦 你胖了 你小子贪污 你胖了 天下都瘦了 他也没想到自己屁股的屎还没擦干净 你损李鸿章 李鸿章什么人 二十多岁重进士 张嘴都来 这个翁同和是常熟人 然后他当时户不上书 户不上书 古称叫司空 所以李鸿章马上张手上来 司空常熟 世间鸡 宰相合肥天下寿 司空常熟 世间鸡 咱俩半斤对八两 王八看绿豆 谁也别说谁 所以翁同和他就看李鸿章不对付 太后又得罪不起 怎么办呢 就奏请暂停南北洋两支海军购买洋枪洋炮军舰两年 从此北洋舰队的军备就再也没有得到过更新 也就是咱们常说的不仅未购一件甚至未购一弹 当然咱不是说这个给慈禧洗白 只是说慈禧并没有直接挪用海军经费 这个事确实没有 当然了 不管原因是谁的 缺少经费对北洋水师的伤害是致命的 而且正好就在这几年 世界海军军舰的设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新的速射炮 在取代老式的架退炮 成了海战利器 甲午战争之前 北洋水师屡次上书请求添购二十一门速射炮 总共六十多万两银子 就一直没有被批准 而整个颐和园和三海的修缮工程 耗资高达一千三百多万两 那位说不对 海军衙门不是有那二百多万两银子的巨款吗 那你就 too young too simple 这笔钱虽然是以海军名义筹集的 可是支配权从来不在李鸿章手里 没有太后遗址 你敢动吗 结果一直说到1894年 清政府才发了疯一样满世界买武器 但这个时候中日已经开战 西方国家都宣布中立不卖武器 最后逼得北洋水师只能想歪招 跑到南美跟智利海军买军舰 甚至计划用这些军舰假扮成商船 从智利开回来直接袭袭日本本土 后来消息走路 日本从中作梗也没有扮成 最后甲午海战只好以大清的完败而告终 很多研究的成果都是现在海军史学会的会长陈岳先生 他研究出来了 包括如果大家以后有机会去刘工岛 北洋水师的纪念馆 还有定远舰的纪念舰 都是陈先生他策划弄出来的 他更了不起的事一件事是什么呢 他去英国格林医治海军学院 当年北洋水师这些高级将领留学的地方查阅档案 竟然发现了消失了120多年的北洋水师军歌 因为北洋水师失败之后 这个歌没人会唱了 而这个歌在中国失传了 但是留在英国 而且还有五线谱 谱曲 因此这首歌是能唱的 我给大家唱一下 这首歌是这么唱 宝座言 绣万国欢 精行 公寄 武云端 这一首诗 据说这首诗就是纯亲王所作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 喜欢循迹慢聊的朋友 请点击视频下面的订阅按钮 然后旁边还有个小铃铛图标 你把这个铃铛给点亮了 这样就不会错过了 谢谢大家